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心情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感动 大家也许在听老宋讲故事的时候 被老宋故事里的情节所打动 但是其中的情节也深深地打动着老宋 体验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我们还要深层次地挖掘 其中因缘果报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不然的话只看到了世间的种种情 爱 贪 恋 直 着 生 老 病 死 一切的像 不许想呢 这个人呢究竟是什么因缘 所以说事情呢 非常的重要 讲因果就显得了 尤为重要 学习呢 这个因果呀 真的就是 学习佛法的根啦 不懂因果 因果如果不信 你还在谈佛法 那是假的 万法皆空 因果上不空啊 对不对啊 有时候 真的是 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 让我们感动 感动的不仅仅是神 仙阿菩萨 有时候有些魔 也让我感动 有人会说 魔怎么又会让你感动呢 这叫从昨天晚上 这个天眼见证团队 这个故事 谈起 有一位小朋友啊 整个头部 没有一根头发 多大呢 看照片的话 估计就是十岁左右 很可能还不到十岁 如此年轻 怎么如此少年老成 头发在哪里 当时询问的时候 可否查病因 当然病因有很多种 那菩萨没有说 直接回答我的话 告知的是要查邪术 邪法 在想这个问题啊 这么小 他要得罪谁啊 是家族得罪 是父辈们 被业障 孩子的继承 负债 自偿 原因 我们进行了 无数次的踩度 猜测 但是实际结果呢 还是要 以见证为证 晚上呢 我们进行一个见证 发现什么 当这个孩子的灵石到来之后 身上有一头 好像是牛一样的 浑身黑雾弥漫 这么的一个众生 我们展示因果的时候 发现什么呀 发生前生这个孩子呢 将人家 杀害了 可是菩萨浪 查的是邪法呀 这个是附体吗 既然他在身上 然后呢 我们查的是邪法的方式 那他就不是简单的附体 背后一定还有其人 谁呢 我们念动真言 找出幕后真凶 是一个魔 当然 这个魔的法力级别 就远远大于身上的一个 牛 一样的众生 既然一来 好言相待 我们不与任何 众生为敌 如果能善言相聊的 这个魔 或者邀 就没有坏到极点 尚有善心 善念 存在 善可 度化 我们呢 又进一步查了这个魔 与这个孩子之间的因缘 发现这个魔前身 也是受到这个孩子的伤害 再往后查的时候 发现什么 发现没有邪尸 就是这个魔呢 直接伤害 看来 看来即使中了邪术邪法 也往往都是有累积的因果的 在以往的这个结谷啊 就是解降头啊 等等这些邪术方面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在身上 害这个人的众生 都是与这个人 有因果的 好像没有 无缘无故的 看来这些邪道的众生 也得遵循 这个规则 天道 似乎有这么个规律存在啊 我们诚心请教 这两位表法的众生 问啊 这个孩子的 这个光头 寸草不生 是因为你们引起的吗 他们回答很干脆 Yes sir 当然 这不是说他们说 也是啊 我都为了和大家开玩笑 肯定的 既然冤仇已结 我们是不是要解啊 当然要解 不解 别人找我们查 还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解 咱们是不是也得 遵循和解的条件 不是 人家呢 没有 饿到那个 食恶不色的地步 你们之间是有因果的 所以说呀 就问啊 什么样的条件 你才能 放过 这些众生 就这个小孩 这个磨的答案是什么呢 九百九九十九遍 金刚经 为什么选择 为什么选择金刚经的缘故呢 不得而知 可能是我最近在念诵金刚经 他看到了金刚经的殊胜吧 或许呢 是其他缘由 我没有去细问 因为这个不是重点 因为也有众生要念地藏经 也有地众生要念阿弥陀经 对吧 什么经都有可能 九百九十九遍 我就在想啊 这个孩子面临的是 头发不砸 如果说 我先请这两位 众生的离开 不要干扰 让他的家人再念九百九十九遍 可否 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不可 必须得先念 我想想也是这个理 如果他们走了 头发长了 当然这个头发长也不是那么快的 已经干扰了这么多年了 虚病已经形成死病 就是这些灵星走了 他们要不要去找医生啊 孩子去找医生调理 但是调理的效果 比之前好太多倍了 之前就是医生调也治不好 现在的条 哎 就可以好起来 头发长起来 有很多人呢 就可能忘了 好了伤疤 忘了疼 孩子好了 想想这个经啊 顾不上念 一托 再托 三托 我也没忘了再去戏圈 因为我也怕 牵下几个因果栽 如果对方答应了 不去旅行 那他的因果会非常之大 当时我们的见证呢 是在阿弥陀佛的加持下 没有佛菩萨加持 和这么多魔 在打消道 你是什么感觉 就是感觉 就是感觉 绝对不可能 请示阿弥陀佛 这个可以给这两位众生归一吗 阿弥陀佛对于不可以 机缘未到 于是我再问 如果这个家人 念诵了999遍金刚经 回向给这两位众生 他们可以归吗 阿弥陀佛呢 告知啊 999遍金刚经念诵 回向完毕之后 记得啊 只能回向给 这两位众生 不要念土回向 愿意持功德 壮业佛清土 上包师兄 下几三土库 这样的会太分散 重点回向 就是回向给这两个人 你别再想一想 再回向给自己的亲人 其大冤情在主 那你解决不了问题 人家怎么要求的 你就怎么做 回向不是不好 以前老书讲护士 和大家分享过 但是在重点的事情上 就一定要重点回向 我在想爱 我在思索 这哪是魔呀 这明明就是 力度里的菩萨嘛 魔菩萨 什么叫力度 就是让你出现 种种的困惑 烦恼 疾病 目的是什么呢 或者是间接的 能让你走上了 学佛之路 999边金刚经 如果你念诵 自己也会积累 很大很大的功德 两个字叫无量 这些魔才能得你多少 地藏经里边 曾经说过 大部分功德 是归念经 诵经的所有 对方得到的 只是少部分 所以念的时候 我一定要精进 诚心 不要以为是 念给别人的 其实呢 都是在给自己念 别人只是因为 他让你送的 这个金刚经 有这个缘分 而得到了 善报 福德 抢不了你的功德 更何况 这是为了你的孩子呀 前生 伤害人家 今生到现在为止 仅仅是没有头发 我们已经觉得 这应该是万幸了吧 而且呢 发现的还算早 如果长此以往 你把它当成一个 普通的疾病去看待 那将来可能 就会有更多的障碍 与那么多 未来的障碍相比 999遍金刚经 算什么 一天十遍 十天百遍 对不对 就是一百天 如果一个人念 还是很轻松 如果家人都参与呢 都参与 那你呢 就这个效果就会更好 来得更快 所以说 早点发现 早点 忏悔 不可拖 不敢拖 不要再想 家里边就一个人 怎么读啊 对不对 不要去那么想 家里边就一个人 学佛怎么办呢 我像孩子 得了这么一个病 虽然 不算太大 但影响美观 家人投入的精力 财力 一定不是小数 人家这位摩菩萨提供的 就是999遍金刚经 多胡哉 不多远 赶紧旅行吧 也期待这位小朋友呢 那赶紧好起来 时间过得好快啊 转眼20分钟过去了 其实还有好多故事 想给大家分享 每次呢 走着讲着讲着讲着呢 就变成了一个小时 变得好长 小故事呢 就变成了大故事 有很多人呢 听到一辈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很忙 就不去听了 真正的精髓 就给忘却了 所以说今天呢 老宋把故事呢 缩减 就是20分钟吧 就到此为止 如果 这些 小故事呢 能带给大家 一些启示 也请 作为师兄朋友呢 多多转转 其实呢 就很简单 一动鼠标 功德 就有了 不需要你去张嘴 叫话 只需要 花在自己的朋友圈 总有一天 对方 会真诚的 向你说一声 谢谢 我们管理员 张师兄 刚开始呢 还不太好意思 把自己的 这些小故事 把我们的小故事呢 发到朋友圈 最后啊 因为他儿子 亲眼见证的事情 很多 他信心 很强 也愿意呢 去度化这些众生 这些朋友 就将小故事 发到了朋友圈里边 刚开始呢 大家还 不太 爱听 有很多人呢 还将他的 朋友圈里 屏蔽掉了 但更多的人 还是呢 坚持下来 刚开始 偶尔屏屏 后来呢 就不能不能练 就天天想听 还有好多朋友呢 也 每天晚上 开始加入了 我们的供修 进步很快 有戒肉的 有戒杀的 发信都非常好 而且呢 他的一个朋友 也发信 要印刷老宋 讲故事 同时呢 因为他这个发信 他也真实的 受益了 讲故事中间 张师兄呢 转发了 这位朋友的 文笔反馈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如果不是这个机缘 他可能被这个 古术 折磨 直到 命 月 结束 身体 衰竭 或许你是一个 不经意的行为 但是将来可能会怎么 会带来 很大的 帮助 对别人 对朋友 对家人 关键 还有良花奖励 感恩感谢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年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 极乐国 也将此 将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给 作为善知识 回向给 所有听小故事 转发小故事 随喜小故事的 师兄 朋友 及一切众生 愿大家 家庭幸福 人人呢 开心 早日 证悟 成佛 人人 回归 极乐 佛国 阿弥陀佛